总统马英九昨天是前往新加坡调研过世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而且是在12个小时之内往返两地 24号深夜11点半搭乘了专机返回桃园机场 我到新加坡去参加李先生的佳绩 实在是以一个两代交情的老朋友的身份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由于马英九总统没有事先公开调研行程 让外界揣测是否为私人身份参加 马英九总统也对此强调否认 他是说到任何地方都不是以私人身份前往 24号中午出发前没有公开行程是为尊重新加坡方面 不方便发表谈话